接着铝盒作业的第三部分 我们继续介绍同学的作品 那从整理出来的铝盒作业制作的过程当中 同学慢慢的去完成他的成品出来 那同学有盒子已经成型出来了 但加了这个锚钉的动作还没有 那这个现在铝盒作业部分呢 有些同学已经进行到有制作锚钉了 那我们紧接着过来看看 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铝的相关资料 铝跟铝合金可以加工成板、片、卷、薄、形材 还有管状、磅状、线材等等 那铝可以铸造、它可以锻造、锻造、品 然后在运输工具来讲 它航太、民生、军事、建筑、机械3C、家电、电力、医疗、印刷、半导品、半导体、光电及实化产业等等 应用的相当广泛 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说运输工具的话 像有些像车壳、车体的部分 它是用铝金属去成型 因为金属易则它比较好去硕形之外 它也比较轻 那在航太当中的话 因为飞行当中的话 很多零件不能用太重的金属 铝刚好符合这样子的特性 所以使用上也非常多 那在民生用品当中 我们家庭里边的 那个餐厅里边的用品 很多跟铝金属有关 有些是餐盘、有些是锅子、有些是容器等等 那在军事来讲 铝合金、铝金属 也常常使用在可能军事里边的一些防卫设备 或者是一些工具当中 那在建筑来讲 除了钢筋是一个最结构性强的材质之外 铝金属也常常用在建筑里面的装饰材 或者是一些脚料的一些设计 那在机械部分的话 也常常用铝金属下去做中间的一些零件设计 那有关于在金属方面的话 铝是一个很好运用的材质 那在我们现在最熟悉的3C产品来讲 手机的某些部分的外壳 或者是一些保护的一些容器 或者是3C产品里面的 像说笔电它的外壳 也常常都用铝金属下去做设计 再来加电 加电来讲更常常用铝金属 比如说像一些烤箱啊 或者是一些烤面包机 或者是电锅 是不是都用铝金属呢 那在电力当中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铝金属它的导电信号 所以铝金属也是作为电力的一个部分的好材料 医疗设施当中 铝金属可能用在工具 或者是一些医疗上面可能需要去操作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器具 那在印刷来讲铝很可能是作为板 就是印刷的模板 或者是其他印刷需要用到的机械用具 来到了所谓的半导体呢 铝可能在产业当中 扮演了一个所谓的材料的运用 那光电跟石化产业呢 也都有在使用 那在产业当中的下游加工的应用产品 厂商很多 那包括有什么车辆啊 船舶 运动器材 铝罐 铝罐我们常常见到 对不对 是否在我们的厂层包装上面 或者是一些罐头里边都常用到铝罐 那瓶盖 还有管配件啊 还有铝门窗 铝门窗在家里 家里面的使用度也相当高 那在百叶莲呢 还有帷幕墙 帷幕墙 散热片 食品容器 厨具 家具 3C产品 还有它的外壳 还有电子铝箔 被子铝箔 还有机械五金等等 非常的多 那我们在生活用品这么多的 广度运用这么的 这么的复杂度 而且就是说这么的广阔之外 我们要做一个设计师 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能够多多认识金属 不同的金属 让我们多一些在金属上面的认知 本课程呢 运用铝金属 铝片下去做一些板材的运用 在铝合金来讲 应用产业呢 有所谓的运输工具 3C家电 建筑 食品包装 运动器材 还有机械五金属等等 那其他的一些相关性产品 我们下次再多多来叙述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 连天佑同学的作品 他做了一个 不是矩形的一个几何形 那他有尝试在做 这样子的练习 那基本上 在外形体来讲 他的线条其实不够俐落 那是否在后端的那个 所谓的锚钉制作的那个配件当中 他会做得更精彩呢 我们来看看 接着下来我们看到是 翁于全同学的作品 其实他的铝板来讲 运用操作的还不错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面体还蛮大方的 只是说他的高度 并不是很高 他是很浅 很浅 就是说他的高度非常的 大概只有月略 只有一两公分这样子高度 算是很短的 那以这样来讲 他的这个合聚来讲 他的容量就会不多 不过在形体当中做得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看这位同学 叫做魏董浩 魏董浩同学很特别 他是来自于对岸 福建的三明 三明四 那这次是交换生 那据他的形容是说 他们在那边的成长过程当中 对于工艺材料 或者对像这样的实体招作内容 他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脑袋想的多 可是在制作当中的过程 做的不是非常的细腻 那希望在这学期的 学习过程当中 让他有不同的见识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秋又鱼同学的作品 秋又鱼呢 他的笑容非常甜美 可是在盒子的制作当中呢 其实可以挑剔的错误还蛮多的 那比如说他边角的地方 他在折形的时候可能有破裂 或者是边角没有对好 所以就是说 他的形体不是非常的工整的角度 那基本上在于同学认不认真呢 其实从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袁俊同学的作品 那袁俊同学跟秋又鱼同学的作品 都犯了一样的错误 就是说他们在边角的地方 他们都没有用一些辅助的模型啊 金属块或者是一些 找到适当的所谓的敲击的角度 所以他敲出来的线条 都变得就是曲线为多 然后变得不是非常的工整 因为他这是一个几何形的盒子 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在边角来讲 或折角都是非常需要去注意 才能够把形体做得漂亮 那不过在学期当中 这也算是一个练习作业哦 那希望在后面的席末作业能够表现得更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学期表现非常好的 江卫玄同学 他在锚钉的使用或者是锅链的使用当中 都非常的巧妙 也动作非常的快 就去完成到这样子的形体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在铝金属跟铜金属 它这样子的搭配之下 其实美感相当够 我想这也是给同学 给其他同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正义泰同学的作品 那正义泰的核子来讲 核型其实干净理论 我觉得还相当的好 那锚钉的部分他也真的去执行了 我也觉得做得很好 那基本上如果他能够这样的练习过程 再多多的操作几个范例的话 我相信将来能够成就出来的造型体 应该更有趣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 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林婷佑同学 他的作品到后来的发展 已经开始也加了锚钉了 也加了锚链了 可惜在他的合体来讲 金属合体的高度厚度不够 所以呢 变成这个趣味性 变成就是说他的容器的 真正实用性价值不高 不过在锚钉的部分 他倒是敲得还蛮漂亮的 那我会建议他下次的话 锚钉可能要使用直径小一点的 接下来就是林婷佑同学 他的作品的展开的上下盖盒 打开的那个样式 那还不错 不过就是说西部的地方都有待再加强 不过就是说西部的地方都有待再加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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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